针对赫时发表北溪管道是美国策划炸毁的文章 西班牙维克大学加泰罗尼亚中江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尔南多·科利震北 赫时的文章非常可信 美国是北溪遭破坏事件的直接受益者 科利表示 北溪管道被炸在经济上对欧洲各国造成很大冲击 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欧洲不得不从美国高价购买天然气 科利称美国在北溪管道爆炸事件中受益颇风 除了向欧洲出售天然气的直接经济利益 美国还能借此巩固自己在国际市场中的霸主地位 美国在北溪管道爆炸事件中受益颇风 除了向欧洲出售天然气的直接经济利益 美国还能借此巩固自己在国际市场中的霸主地位 是说说我来邀请 而我来自购买 如果我说,我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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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呢?